地震后三个星期,部分路段的土方还没清除,家园重建更需要等待。 此季印尼分会为八度苏雅格奥村以及欧迪村送上物资,包括发电机、帐篷、电子以及箱机份。 此季仁印尼会也提供健康检查和医疗咨询服务。 志工陆续拜访的村庄几乎都是政府救援之外第一次获得非盈利组织的协助。 大爱面以及香鸡份让受灾相亲可以换换口味,可口的热食补充不少体力和营养。 排列队伍的一旁欢笑歌声也开始传唱。 慈祭一家人的精神轻轻唱,唱进了西极县罗鲁村。 大爱新闻罗拉夏丽印尼报道。